怕吹会有声音哦 哇 你们喜欢什么颜色的 你们喜欢白一点的还是黑一点的 哇 那这个手套戴起来就不一样了 啊 三比那边 三比吃大便了 那你就有病啊 你们走着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选了台湾的老板 哇 感觉好 就比较放心嘛 配一下 哦 哦 你搜搜搜搜 哟哟来咯 还有爸爸和妈妈 哈喽 又见面了 我是薇薇 我是薇薇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 是我们有史以为的 游游家族第一次在漫国跟团旅行 一日游 但是这个团很奇特哦 应该说是奢侈团吧 为什么呢 因为就我们一组游客啊 我们把导游和司机都包下来了 我们还包了一辆车 于是这个行程就开始了 可是我们在选这个行程旅行团的时候也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选了台湾的老板 哇 那就好 就比较放心嘛 对啊 对啊 好吧 那就事不宜迟就把这个影片分享给大家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嗯 嗯 那你看 这天堂顶 货庄 哇 头一次做这儿吧 哦 我们出发了 这是平均均均均均均均 这边呢是司机 这边呢是帅哥 这边呢是美女 哇 哇 上车的一瞬间我们三个人就被惊呆了 但这个车的装饰真的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 哇 应该是金金的 对 金金闪闪的 而且车内的环境超级好 坐到这样的车 就觉得这趟行程其实也不是那么贵了 对 嗯 ABCD的C 这是我的小名 小名 因为我们泰国的泰文名字呢 很长 啊 有听说过吗 没有哎 你知道泰国谁的名字是最长的 国王吗 对 对 国王的名字 嗯 就在买90款 看看看 就他的名字就差不多可以唱一首歌 哦 名字唱一首歌 对对 那姓可以改吗 可以 姓也可以改 可以 小C哥哥呢 他是在四代之前 爷爷的爸爸 曾爷爷那一位 来到泰国 据说他们家是广东那边的 对 但是已经四代过去了耶 这个小C哥哥的汉语水平还是特别不错的啊 他有跟我们聊各种的关于泰国有趣的事情 然后聊到这个名字我觉得还蛮新奇的耶 我不知道 台湾改名字是可以也改姓吗 还是只能改后面的名字 只是说之前了解台湾改名字的时候 其实是鲑鱼事件 那我当时觉得 他改名字这么容易吗 为了吃一份免费的鲑鱼 连名字都可以改 因为在我家那边 在我那个年代 其实改名字是一件还蛮困难的事情 真的有点困难 他不是说轻易你想改出去 随随便便就去改了的 但是呢听到泰国人改名字 连姓都可以改 就有怎样的动力可以让你连你的姓都改了呢 原因就是泰国人喜欢算 他会找一些僧人算 会找一些什么神仙啊附体 反正就是各种算卦了 算完之后呢人家说 哦这个名字要改哦 改了名字之后呢还不够 你这个姓可能和你的这个八字啊之类的也不相符合哦 如果你想发财啊升官啊有好运啊 可能就会有点难哦 哦去导游说 有一些泰国人可能有一些 想要自己的运气更好一点啊 想要自己更有钱啊 就把姓也改了 改名我是完全可以接受 但是改姓的话 我觉得我们家老祖宗应该 梦里会来找我算账吧 水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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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美女水晶晶是什么 美女漂亮的 美女那是 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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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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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水就是美女漂亮的 那金晶是什么 金晶是 真的很漂亮 啊我们到达目的地了 我们要去看椰子 我们历时了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终于到了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一个景点 就是那个曼谷郊区的这个椰子堂场 那就一起去看一看吧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呢 据说它就是一个制作椰子堂的一个堂场 它就是一个自营的小作坊 可能 祖祖辈辈这样都做这个椰子 就是延续下来的 那这个行程啊 其实不是我们的主要行程 是 附加的一个小行程 那就既来之则安之马 但是 还真的蛮有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 那这个椰子堂是从什么来的 椰子堂是从什么来的 耶 厉害 椰子花 椰子花长这样啊 对 哇 好像玉米喔 它好像玉米 对吧 如果它裂开的话 它就是变成椰子 它就是椰子 开花 对 开花 就是花苞的样子 对 它是还没开的 对 那它要 它为了要椰子汁 它大部分是凌晨三点四点 它还没开包的时候 它的桶子也不行轻 然后这边就会有水分在里面出来 那个水分就是糖吗 对 但是现在还是 它已经早上做了 每一个过程当中 都是手工在做 哦 快吃吃看 我会 我会 另外一个秒 哇 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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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你说会啊 哈哈哈 真的很好吃耶 真的啊 嗯 很甜 它椰子味道 还让它有点焦焦的 有点像焦糖的感觉 哦 它是有点大人汤的味道 哦 好酷哦 哦 真的很好吃 嗯 它一般是做料理啊 然后加一些咖啡 甜点都可以用 哦 可以 其实直接吃就很好吃了 嘿嘿嘿嘿 这个地方呢就是 他们自己家是一个 类似于做糖的做糖厂 但我觉得他们家后院 应该有很多椰子树 哦 可以尝尝吗 可以 谢谢 我刚才吃的那个呢 是人家刚熬出来的 所以它是软软的那种 现在吃那个的 这个它是已经风干掉了 所以它中间一些水分呀 什么都没了 好吃吗 我也吃看看 和那个不一样的味道哦 这个巨甜哦 你可能承受不了那种甜 好甜哦 是不是 哇好甜啊 这是你没有办法 感觉你喝了一瓶的蜂蜜 这个是为了奶奶做什么 野奶 野奶 奶奶做甜点 就是比较高的椰子树 对 这个就是 如果磨成粉好后 它再去磨 对吧 它就变成这样的野奶 哦 如果自己懒得做的话 就只要买这样的 那种盒子来做甜点 食物料理 我现在来做这个野奶 椰丝吧 椰丝吧 没有 这个很微的 你可不可以啊 哇 就蒸椰丝 但是 没有什么味道 没有香味吗 一丢丢的香味而已 哦 我发现了一个巨神的哦 它是 它是哨子吗 是 它这个洞是干嘛的呢 它这个洞是干嘛的呢 它这个的话是哪个 这个是拿来开瓶罐 这个是有 那个吹有声音 啊 吹会有声音哦 对 哇 你们喜欢什么颜色的 你们喜欢白一点的 还是黑一点的 这个是有吉祥的寓衣吗 有 我们泰国人是 是那种招财的 这是招财哦 对 如果是在印度那边的话呢 印度教 它的那边的神 嗯 很大的神呢 它是这样的形象 哦 对 神的形象是这样的 佛牌是什么 是阳性对吗 阴 这个属于阴性 阴性的 阴性的 我们叫喜欢的 小小的 好小 哇 你可以爬吗 好办 好 这边的话呢 哈哈哈哈 就说 只要三爷子做 是要同事的 嗯 那这边的话 其实不是每个地方 可以用 哦 不是用这个 这样的 就是 然后切成架梯 哦 哦 哇 爬椰子树 哇 爬椰子树 哇 你好高哦 你好高哦 你看有气 不能了 太高了 一会儿我们够不到你了 好玩吗 好手 对 哇 你好厉害哦 你可以吗 不行 你的体重不行吧 这个可不重了吧 你要踩到 你看然后 哇 他很高哎 你真的要小心一点哦 好手 我只好怕 哎呀 我觉得椰子树很难 他要承重你这么重的一个人 他要承重你这么重的一个人 哈哈哈哈 你现在是不是就有点害怕了 真的 真的 有板默默的下来了 对 因为承重 有点害怕 要爬到最上面去 才能踩到那个 椰子花 哇 哇 诶 这什么果子啊 羊蠣 这个是柠檬啊 还是橘子 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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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吃 我爱吃 所以它还小 羊蠣烂了嘛 那里面有人吃 你看 你看 我们剪了一颗羊蠣 羊蠣宝宝 香蕉 这是芭蕉 芭蕉 好 这里很有热带的感觉 哈哈哈 对啊 我好喜欢啊 对 油腔屋 我们住 住楼上 为了什么 做动物啊 这些啊 蛇 什么 老虎 这些 然后还有 房 房 淹水 淹水 哦 这个是拿来干什么的 咬水的吧 咬水 还有什么洗脚 哦 就为了洗脚 哦 这洗脚的 洗脚的 椰子壳做的 哦 我叫屋 屋的一道堂住 以前它是没有分 分格 没有分房间的 这样空空的 它就是这样的 对 客厅大部分以前的话就是楼下 哦 但是有些比较贵重的可能就请上来 然后来这边上面这边这边坐 他们就是坐在这边 喝喝啊 聊聊天 他们的沙发 对 那睡觉的话 有这样的 这个叫什么 蚊帐 对对对 没有常在说 那这个的话就我们就这样 一个 一个 那会不会中间还有一些帘子啊 呃 这个就是 那你们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话 这个呢 很怕就看 我们那些家里没有在住 吃饭等 就坐在地 太多吃饭就是坐在地板上吃饭 那就是高脚屋板 嗯 是他们的窗欸 对 如果有男孩子看上我 他就会在下面喊我 哦 哈哈哈 不是说你看上谁在那边喊谁吗 要了 哈哈哈 哦对啊 有点像孙中山 是泰国的狗夫吗 就是拉玛武士华 拉玛武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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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怎么长得有点像 所以说武士华 人中比较爱他是因为 取消 好 努力志 嗯 哇 一叶花代国版 掌声鼓里鼓里 哈哈哈哈 可以给他那个配配一下 哦 哦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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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又又又会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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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三次鄉親 有泰國男孩看上我了 他剛剛在窗邊叫我 阿威 阿威 你不要下來 不要再糾纏我了 你放過我好嗎 我的泰國男孩 阿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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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尤爸要打泰拳 拳套呢 你以為是用來 幹嘛呢 保護我的手的嗎 是啊 不是 他是為了降低 對人 殺傷力 對 殺傷力 他是保護對方 你女兒已經打傷了 什麼 北極熊在奔跑 要散過 散過他 散過 你氛圍做得很到位 就是那個沙袋沒起來 他很重是嗎 散掉 1 2 3 4 5 3 4 哇 他那個手套戴起來都不一樣 啊 哇 挺好長 哈 你打出聲音來啊 哈 出聲音啦 哈 不是嘴巴 我們就讓沙袋出聲音 哈 為什麼要彼此傷害 哈哈 哈哈 Что 剛好 三筋刺得很大 哈哈哈 哼聲音 可以isso 能讓我走嗎 要沙袋握著 開車嗎 朝百otes 快點 啊 えー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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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幫寶寶 你不要怕 他說小心喔 因為他不喜歡黑色 他不喜歡黑色 因為以前 有警察過來 然後警察是穿黑色的衣服 喜歡T-T-T 對 不喜歡誰穿黑色的衣服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我覺得他會咬我眼睛啦 不會 你可以摸摸他 你摸摸他 變變了 啊 他垃圾了 這個是一個鴨子啦 但是我覺得他真的太大一隻 我一直以為他是我 所以我就一直在出現口誤 這個大鴨 這個大鴨 其實人家就是一隻大鴨鴨 那我沒有想到 泰國人會把一個鴨子 當成寵物喔 而且主人呢 真的會是會抱他的喔 像寵物一樣 天天抱在玩 我也很想抱一下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抱過鴨子 可是呢 當我靠近他的時候 他就下拉了 後來就主人說 這個鴨子呢 他不喜歡黑色 因為我當時穿的是黑色的褲子 鴨子又比較矮 所以在我靠近他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一團黑 為什麼不喜歡黑色呢 這個就有故事了 是因為據這個主人說 他們這邊會來一些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警察吧 就到人家來辦這個公事 那 就很奇葩喔 警察有好幾次來他們這兒 都把他們的這個鴨子 水餃一踢 為什麼要踢 這個很奇怪對不對 對啊 如果在台灣有警察上門來辦事情 然後看到人家的寵物 一腳一腳的踢飛他 我估計這個警察應該 第二天 不到第二天 當天下午可能就 say bye bye了 可能就被解雇了 是不是台灣朋友 我覺得很奇葩 一來你就辦事就好了 你踢人家鴨子幹啥 反正我聽了之後我就覺得 蛤 泰國警察是這樣的 蛤 普通的警察可不會笑你們這樣 不愛顧小動 那你就有病啊 你們走就是這樣 所以呢 這個鴨子就留下了犀利 好了 我們第一站就這麼結束了 太愉快了 蠻好玩的 哎呦我剛才踢酸明踢了 腿頭 腿酸 臨走之前呢 的的確確 人家店主就會推銷一下 他們店那個產品 什麼椰子糖啊 自己做的一些椰子的精油啊 椰子的香皂啊 椰子的潤髮啊 就挨個給你產品介紹了 其實我之前旅行 不喜歡團友 就是因為 莫名其妙的就會給你介紹這些 然後呢 不買又覺得不好意思 所以我和幽霸呢就買了那個椰子糖 但是好在那個椰子糖不會啦 而且呢還真的是人家手工製作 我覺得還是蠻會支持一下的 這個參觀椰子糖場呢 也算是我們這趟行程的小小的前戲了 沒有想到其實還挺輕鬆的 主要是我和幽霸還蠻愛玩的 打打什麼泰拳呢 垂垂酸民呢 發洩一下內心的怒火 還是蠻有意思的 好吧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因為我們這趟旅程真的是太豐富了 所以沒有辦法一集全部給大家分享下來 就期待我們下集的影片吧 拜拜 哇很便宜耶 50 多少便宜 要 我們可以直接丟到水 在悠悠蘭的頻道首頁的右上方呢 點擊加入 就會進入加入會員相關頁面 可以選擇悠悠粉 悠愛 或是悠福粉 選擇好之後呢 點擊藍色加入鍵 這時候就會出現付款頁面 貼寫信用卡的安全碼 打勾套用至所有裝置上 點擊右下角結帳 完成 這時候出現頁面 歡迎你加入悠悠來的頻道會員 直播室等你哦 我是悠媽 我是悠悠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下方留言哦 對 還有電腦呢